嗨 大家好 我是儿福联盟的Robbie 圣诞节快要到了 今年儿福联盟跟喜安儿基金会一起洗手推出圣诞餐食包 要送给我们的服务家庭们 今天我们就来到台南的喜安儿庇护工厂 接着呢我们就会请执行长带着大家一起来开箱我们的圣诞餐食包哦 走吧 好 各位观众 这就是儿福联盟跟喜安儿基金会这次为了弱势酱庭准备的圣诞 特别的冷冻餐食 然后里面呢就是鲜石包 所以它就是真空包装的 然后有两个半只衣服 然后给我们的一个肉饭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加热 然后就很方便的吃 然后送给我们所有服务的弱势家庭 希望可以在这个寒冬呢 带给他们一点点圣诞的氛围 然后给人温暖 好 那我们现在欢迎儿福联盟的白立方执政长 以及喜安儿基金会的罗鼠霞副执政长 欢迎他们 嗨 大家好 我是儿福联盟的栗发 嗨 大家好 我是喜安儿基金会的鼠霞 那我们想要先请白立方执政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机会 然后跟喜安儿基金会有这个合作 近年就是因为疫情开始以后 我们平常其实就有很多服务的家庭 都有在送一些餐食 就有想说我们其实应该要订一些冷冻餐食 让家庭可以更方便备餐 但我有注意到企业界有很多的跨界的怜悯 那我就想说其实我们非免疫组织好像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喜安儿 因为他们长期在菜食方面 不管是安全啊 这个食品的营养啊 这些都有注意到 因为他们也是社会福利团体 很理解我们家庭的需求 我们在联系上都非常的 好像彼此可以很理解这样子 对 那现在圣诞节又来了 就觉得说我们的家庭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过节 所以跟喜安儿去讨论一下 我们说我们接下来可以有什么样的合作 让我们的家庭可以有过节的气氛 那我们接着就请喜安儿的罗姐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次受到儿媛联盟这个合作的邀约 针对整个合作的感象怎么样 很感谢儿蒙看到我们这个MBO组织 彼此的服务跟价值的所在 因为我们台湾喜安儿庇护工厂 106年成立的时候 我们在年节三节 都有制证这些食品 然后给这些获释的家庭 所以在疫情期间 接到你们这么大的订单 其实我们蛮开心的 同时又收到 合蒙的一些同仁回馈 这些家庭的家长 跟这些孩童们 觉得我们的餐食非常的好吃 那更开心 那给我们更大的鼓励 我们BOO工厂的Handler 跟工作人员听到也很高兴 我们的食品是受到大家的欢迎的 这一次的圣诞节跟欧盟的伙伴一起来做讨论 所以我们就讨论出了烤饭机跟磅蛋糕 这两项的东西最有年节气氛 老实说这个烤机是我们特别去做研发 跟精进然后来尝试看看 磅蛋糕就是我们烘焙工厂的强项 所以我们就组合这个商品 那希望这样的商品能够带给 弱势家庭寒冬里的一个温暖 真的要再次感谢欧盟 我们这两个团体这样的一个共好 共同的合作 现在欢迎我们的庇护员工 配方帮我们送烤鸡 哇 这个烤鸡呢就是 养合特别为了福联盟 我们的服务家庭准备的 圣诞节的烤鸡 然后让他们也有过圣诞节的氛围 那罗姐刚才已经试吃了吗 觉得怎么样 新产品我们的师傅都要试吃很多遍 可是说真的偷偷的说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吃到 真的太棒了 好吃 挂品质保证的 真的 白鸡翔也吃过烤鸡了 来帮我们形容 看你觉得这烤鸡怎么样 我觉得鸡腿很入味这样 然后可以想象我们的家庭 因为很开心 因为真的很方便 然后又很有年结的气氛 然后孩子可能看到这个扮鸡 出来就会很开心 然后一次 一夹就可以把他一次吃光光 我们都已经试吃完毕了 然后这一次呢 真的非常开心 福联盟跟喜昂儿 一起洗手推入这个圣诞的组合 然后要给我们服务的所有的家庭 那就是有棒蛋糕 然后还有非常好吃的扮鸡 然后最后还有很温暖的游泳饭 然后要陪大家一起过圣诞 最后也想要请两位 给我们的服务家 然后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住 谢谢儿蒙 订购我们喜昂儿台南军工厂的商品 让更多的家庭跟这些孩子们 能够知道我们精心准备 卫生安全的食品 祝福所有的家庭跟孩子们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平安 我觉得这次很开心 能跟喜昂儿携手合作 这是一个共好的开始 今年一起 其实大家都辛苦了 那也希望说 不管家庭碰到怎么样的困难 萌的社工都会陪伴你 一起走下去 然后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越来越顺利 也是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祝大家圣诞快乐 祝大家